真的很不容易 《风神》第一部的票房终于破了20年 如果不是之前出现的偷票房事件 相信这部《良心神话》大片票房不止这个数 看眼前的票房成绩 文太师班师回朝的日子已经不远 影迷表示迫不及待想看第二部和第三部 据导演乌尔善透露 《风神》三部曲 其实是三部连拍 并且已经剪辑完毕 就差最后的后期特效没有完成 据说有人看过《风神》后面两部的粗简版本 要比第一部剧情更加精彩 场面要更加震撼 这也让不少影迷更加期待 第二部里面最重要的角色 文太师这个是绝对不能删减的 那个太重要了 因为他其实是反派人物里的一个正式的角色 他是四部迷身 对 他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会把一些关键角色放大 包括摩尔善透露 特别标志性 那个太帅了 太帅了 所以第二部主要是讲《大破石阅阵》 我们结合原著《风神》演绎的剧情 再加上导演乌尔善剧透的部分 可以大致梳理下后面两部的剧情走向 以第一部文太师班师回朝的彩蛋 作为第二部剧情的开始 文太师率领三十万大军回到昭戈 发现笔干和江王后等人已经惨死 而被打击救活的阴兽歪曲事实 煽动文太师前去讨伐西齐 而主角激发回到西齐和父亲团聚 并率领大火展开西齐保卫战 也就是有名的《大破石》绝阵了 《风神》第二部《之魔道争锋》 这一看便是神仙打架 各种阵法大乱斗的剧情 如果说《风神》第一部 是为后面两部做铺垫 那么从第二部开始 才是真正的神魔大战了 第一部我们已经看到原始天尊 带着他的铲教十二金仙结阵冥想 在这场冥想中 背景是可以隐约看到末世呈现的场景 也就是之后发生的各种神魔混战 而站在原始天尊对立面的结交 也就是通天教主门下的多宝道人 精灵圣母和龟灵圣母 武当圣母还有火灵圣母等弟子 都会在第二部里帮助文太师对抗稀奇 而家梦关魔家四将师父便是多宝道人 原著中魔家四将的各种法宝 皆为多宝道人打造 而文太师文重的师父 便是地位仅次于多宝道人的精灵圣母 文重的资质和江子牙比起来 那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原著李文重坐下莫其林 手持专属武器雌雄双边 没几下就把江子牙打落下马 幸好哪吒及时赶到 才把江子牙给救了下来 可哪吒明显也不是文太师对手 几个回合就被打下风火轮 而杨简虽然不是文太师对手 可杨简毕竟有功底 借了文太师一边毫发无损 江子牙在原始天尊坐下修炼四十年 也没能修成正果还差了先月 原始天尊几乎不对他抱有希望 但江子牙毕竟有将相之才 才让他下山去辅佐武王法诏 在风神世界里 其实更多是法宝之间的较量 不少修为平平的神仙 却能借着法宝飞天遁地 所向披靡 像哪吒的风火轮和混天灵 在这小毛还驾驭下神通广大 而江子牙却什么都没有 这才跑去和师父原始天尊求助 原始天尊只好将座齐四不相给了江子牙 并再给了他两件法宝 分别是护体的姓黄旗 和拥有八十四道福音的打神殿 果然在第二次交战中 江子牙有了法宝开始嘚瑟 直接打断了文太师的雌雄双边的雌边 甚至把文太师从莫其林上打落 最后在杨简等人夹击下 文太师不得以施展法术逃跑 退居到七十里安营 没想到途中遇上了雷震子难路 于是文太师立刻派出同样有翅膀的心环 可还是被雷震子给打趴下了 文太师连连挫败之豪请来大神 于是文重跑到了金敖岛 请来了金敖岛实现摆下失觉阵阵 既然敌军摇人了 那江子牙这边也来摇人 于是便请求燃灯道人的帮助 燃灯道人带着铲教十二金仙中的八仙 纷纷下凡帮助江子牙破除失觉阵阵 这也就是风神第二部最精彩的部分 神仙打架各种乱动 想想这样的剧情在第二部出现 想要看到震撼的场面 剧组得花多少费用做特效 所以想尽早看到风神第二部 各位只能默默祈祷 风神第一部票房能够回本了